是 马上临近春节了 我们需要把喷头进行保湿 前提我们先要准备一些东西 先准备一块泡沫棉 手套可以准备一些 也可以不用 这是一个针筒 这个是保湿用的清洗液 以及包裹着泡沫棉的一个PE的保鲜膜 当然超市里面买那个保鲜膜也可以 另外再加一些无缝布 我们先讲说这个怎么处理 我们先把手套戴上 那么这一块 这一块 用这块海绵就是泡沫棉 我们大概要多宽多厚 怎么去做参照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到喷头 那这一款是东芝11式的喷头 那么这个喷头有多宽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用这个的这个距离要大于我这个喷头这个宽度 另外里面喷头的宽度要大于我这三排喷头能放得下的这个宽度即可 也就是说我要大于整个喷头包裹的这个距离 当我们当我们的这个 确定好了以后 裁剪了我们合适的大小以后 需要用保鲜膜 把这一块 给包裹起来 注意啊 这个包裹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这种海绵垫呢 它会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所以呢 需要用PE 也就是聚饼膝 聚乙烯这个膜 啊 去把它包裹 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易腐蚀 那么包裹的时候 尽量包严实一些 为什么需要用 薄的这种海绵垫啊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泡沫棉 其主要原因 因为它有一定的这种弹性 啊 这样子呢 会防止喷头 待会到时候在保湿的时候呢 防止喷头会有一些损伤等等之类的 好 我把它给 拆起来 包裹以后呢 把我们这回海绵垫放在我们平台的 啊 中间 那如果下面放了模具 那么底下您可能要放一块玻璃 再把它放上去啊 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同时呢 我们把我们 那这个保鲜膜我们就不需要了 无纺布拿过来 在这个上面垫吧 为什么需要用无纺布 因为如果我们单纯只是通过 啊上面这一点海 这一点那个 保鲜膜来做保水的话 它锁不住水分 所以我们需要用无纺布来增加它 后期的这个水分 多用几张无纺布没有关系的 啊 不要觉得无纺布太贵了 然后咱们不用了 好 好了 完毕以后呢 用清洗液 把无纺布打湿 清洗液把无纺布打湿 就是刚才我们看了喷头的这个安装方式 也就意味着我的喷头的这个位置啊 大概也在这 多打点没有关系 清洗液清洗液的主要作用 清洗液的主要作用 其实就是防止墨水干透 防止墨水干透 因为待会我们有一个操作是极为重要的 好 清洗液打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了 清洗液打的差不多了 那这个清洗液我们也可以拿到一边了 同等了 同等的当我们这个位置处理完毕以后 那由于我们现在这个高度肯定是低于它的 所以需要在软件上面 将机头进行上升 软件上升 比如说我们先上升个30 点击高度上升 那么机头它开始正式往上升 好我们继续往上升 还不够高度 升上升 升上去以后 将我们的小车移动到平台正上方 好停止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位置上有点偏差 稍微挪动一下 稍微挪动一下 啊 那么 我当它存在上方以后啊 这里有一点有一个关键点非常重要 也就是我们需要压磨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磨水压在 就是挤出来挤在我这个泡沫棉上面 而且这个墨水还不能是说只压一点点 压的会比较多 多压一些 好 差不多了 大概压个10秒钟左右吧 按时间上面来讲的话 大概压10秒钟左右 然后再开始进行往下降 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降到我们这个小车头刚好贴紧我这个泡沫棉 贴紧我这个泡沫棉 由于东芝的这个设备 它的这个下降方式是按距离下降 所以我们需要每一次进行操作点击 好 那么当我这个贴住了以后就可以了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里其实没有贴住 来继续 好压住 贴紧了以后 那么这里可以发现会有一些 清洗液啊 或者等等之类的 这个就表示刚才我上的稍微有点多了 这个没有关系 大概一针筒就够了 它清洗液够了以后呢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设备 停止断电 把设备关闭 这样子呢 我们的这个保湿的整个工作就全部完成了